巴以决议草案连续被否决 秘书长被以色列逼辞职 联合国毫无威严 现在的国际体系正在走向崩溃 为什么联合国丧失了权威性 如果联合国关门 这个世界会走向何方 本期视频来解读 在10月26号 联合国安理会再次讨论巴以冲突问题 然而令国际社会失望的是 各国代表一番唇枪舌舰 依然没有达成一致 在会上两份关于巴以的决议草案 都遭到否决 使得相关被否决的草案达到四份 要知道巴以西纹冲突爆发后 以色列肆无忌惮践踏国际法 猛烈轰炸加杀地带 还实施断水断电断粮等 毫无人道德行为 然而对这种情况 联合国作为世界最求威的国际机构 居然无能为力 只是因为以色列背后有美国支持 因为媒体以色列有自卫权 没有谴责哈马斯 美国就否决了三份巴以和平协议 美国自己也提出一份巴以决议草案 但只字不提停火 遭到中国 俄罗斯和阿联酋反对 也被否决 对此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坐不住了 对巴以局势发表看法 指出哈马斯的袭击不是凭空出现 而是巴勒斯坦人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公道 自身的生存空间不断被以色列吞噬 最终在绝望中爆发 然而联合国秘书长这番公道话就让以色列歇斯底里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埃尔丹当面羞辱古特雷斯 称其偏袒恐怖分子必须辞职 以色列还表示 若其他国家不支持一方 那么联合国就失去了道德存在的理由 同时 以色列拒绝给联合国代表发签证 使得联合国副秘书长格里菲斯防疫失败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 国际社会看清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联合国的权威性已经荡然无存 没有能力处理国际重要事物 以色列丝毫没有遵守国际法的意思 眼中更没有巴勒斯坦民众的人权 对这个情况 联合国居然无法实施任何惩罚 也拿不出应对的措施 这样的联合国差不多该关门了 那么联合国为何落到如此地步 原因很简单 因为联合国无法阻止美国肆意支配国际体系规则 无法阻止美国擅自实施军事行动 对美国公然破坏正义和和平的行为无能为力 在苏联解体后 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原本以大国均衡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瞬间被打破 美国成为现行国际秩序的主导者 然而美国对这个情况依然不满意 在白宫筹款活动上 美国总统拜登公开表示 现行国际秩序已经失去动力 美国必须建立新的秩序 从美国的一系列行为看 他们想要建立世界新秩序 核心内容只有一个 那就是进一步提升自己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同时削弱中俄等大国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换而言之 美国想要把世界变成自己的一眼堂 因此美国想要推动联合国改革 限制一票否决权 就是为了变相削弱中俄话语权 让美西方彻底掌控世界 仗着美国支持 以色列敢公开侮辱联合国秘书长 完全不把国际主义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放在眼里 在加沙地带滥杀无辜 如果美国的阴谋得逞 那么加沙地带的惨剧会出现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 人民永远得不到正义与和平 这种情况令人不寒而栗 因此世界各国应当团结起来 反对美国的霸权行为 真正维护现有国际体系